就用烤尺 全透明的啊 它也可以把這個紅外線阻隔掉 幾乎都是零了 就是不會熱的意思 但又可以透明 但是透明的一定會比 黑的來的熱一點對不對 那個就是要講到總隔熱率 可見光就是像墨鏡 對 墨鏡它是用把可見光阻隔掉 對 那我們隔熱值是講紅外線 紅外線啊 佔熱的50% 只要我們把紅外線阻隔掉 對 那可見光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選透明的 你可以選中的 也可以選深的 也有透明的這樣的選擇 所以它如果想要當帥哥 它可以選透明的 我沒有想當帥哥 我們要貼那種挖鼻孔 人家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貼黑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貼的話是 我的前檔是貼幾%的透光 一般前檔啊 因為它有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貼它黑 像國外啊 它是40%以上 才可以貼前檔 那台灣做的透光度 差不多在30% 就是剛好可以安全 又可以有一點在樹下開車的感覺 這樣開車比較不會熱 那效果比較好 我後面就可以比較黑了 其他地方 後面啊 如果我們有這個需求 對 你要貼多黑其實都可以 上面你看那個天窗 現在都全景玻璃天窗 對 會很熱